最近这几年,网剧非常流行,许多娱乐圈新人都是凭借一部网剧一炮而红,所以也有不少制片人和演员都盯上了这块市场。 很多人对粗制烂倒的网剧也改观不少,网剧中步伐有质感好的,但有时候却会因为齿问题被下架,现在已经有多不深受大家喜爱的网剧都下架了,比如镇魂,令观众十分心疼,而看到这些好剧都被下架,大家也很有危机感,对于现在正在热播的一些网剧都很忐忑,因为大家都喜欢,所以它又被下架,下面小编就为大家盘点一下这些深受观众喜爱的网剧。 第一部《沙海》这部剧改编自《南海三叔》的小说,由吴磊、张萌、杨荣、秦浩等人主演,讲述了一个普通的高中人理促,被卷入一个庞大的计划中,关乎世界现状,由此他认识了幕后的布局者,剧中有以摄影作家身份登场的无险,瞬间勾起了大家的盗墓情怀,这部剧自播出以来深受好评,粉丝们当然不喜欢被下架。 第二部《魅者无疆》改编自同名小说,讲述了在后唐时期动荡年代,被父亲卖入烟花之的的七绝,在机缘巧合,下进入了活人的死,死人的活的鬼化城,成为一位杀死,被改名为晚妹。 晚妹在鬼化城中与自己的影子长安一路互相扶持,相互爱慕的故事,女主角李一同是新版射雕英雄传的黄荣,也是霸雕青城中的女主角,她在新人演员中,算是数一数二的,这部剧现在非常红火,这样的好剧,大家自然,也是不喜欢被下架的。 第三部《亲爱的活祖宗》,这部剧光看名字就很吸引人了,剧中虽然都是一些新人,但从预告来看,应该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剧。 第四部《古剑集团2》,当年的《古剑集团》让李一峰爆红,是一部大IP,有很好的观众基础,但《古剑集团2》并没因此而受惠,自播出以来反响平平,甚至有很多人都不知道这部剧,如此不受欢迎,哪怕被下架,估计大家也无所谓了,这应该是最不担心被下架的网剧了。 说起来,现在的电视剧普遍还是很好看的,最近杨子和邓伦主演的《香蜜沉沉浸如霜》,也是火热得很,每天的收视率都是第一,非常受人喜爱,而且这部电视剧是赏心剧,在未是播出的,大家应该可以安心看,不用担心被下架了。 而杨子的另一部网剧,天机之白蛇传说,前段时间就是被下架了,但之后有官方发文说,天机是因为要调整上新播出,应该很快就会跟大家见面了,和天机不一样的是震魂,如此受欢迎的电视剧居然被下架了,不过幸好,在下架之前都放出结局了,也算不得太遗憾了,网剧接连被下架,网友最担心这些剧也遭不测,第四部无所谓了,大家最喜欢哪部网剧呢?